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首相的角度来说 首掌中生有元宝纹的人是有大财运的象征 命主一生将会积累很多的财富 是富贵的象征 那么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呢? 接下来大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一 什么是元宝纹? 所谓的元宝纹即为掌纹呈现出元宝形状的纹路 一般都是智慧线与生命线相互组合形成的元宝纹 也就是智慧线的首尾都与生命线相连 而且向下弯曲 生命线也是向下弯曲 两根主线组合在一起形成元宝的形状 这种掌纹被称之为大元宝纹 相对来说 有这种掌纹的人不是很多 但每一个有这种掌纹的人生活过得都很不错 二 手中有元宝纹的命运如何? 一 财运旺盛 由于元宝纹的形状如同元宝一样 而元宝的寓意是金钱财富 所以一般有元宝纹的人都具有很旺的财运 赚钱的能力也会比较强 因此 有元宝纹的人一般都具有很好的物质生活条件 政治是能够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 二 欲试理智 因为智慧线与生命线首尾相连 所以这种首相的人一般做事情都比较理智 很少会感情用事 虽然有时候会给人一种冷漠无情的感觉 但不得不说 他们的理智和沉稳总是能够轻松解决麻烦 不管在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事 都能轻松化解 三 头脑灵活 一般有元宝纹的人头脑都比较灵活 而且善于谋划 他们做事情计划性较强 不管什么事情都会先在脑海中有一个计划 之后会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 也正因如此 他们的生活一直以来都很顺利 很少会有挫折或者意外发生 三 真假元宝纹的命运大不同 手掌中的元宝纹也有真假之分 那如何区分真假元宝纹呢 真假元宝纹的命运又有何不同 一 手掌中生有真元宝纹的人命里有大财运 手相出现了真正的大元宝纹 也就是由事业线 财运线或者杂纹 智慧线和生命线组成的大元宝纹 一定是封闭的 这是手相中的财库符号 是储存钱财的财库 也代表着大财运 有这样掌纹的人一生不愁钱财 元宝形状越大则财富越多 当然 还得加上手型端正 得体 掌色红润 三线深长 无杂纹干扰 掌上无特别不利的手纹 这样才更能将元宝纹的财气激发出来 使命主在事业上得财丰厚 钱财不断 财运亨通 房产 良田都不缺 假如女性手掌中有元宝纹 不止本身财气好 并且还会给老公带来好运 便是咱们常说的旺夫 旺老公的事业运和财运 他本身机遇掌握得好 容易成为父太太 二 手掌中生有假元宝纹的人 难有好运 也有不少人有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我掌中的元宝纹这么大 现在还是这么穷呢 一般这样的情况有两种原因 一是你将元宝纹跟整个手相割离来看 任何极力的手纹要激发作用 都是需要一个前提的 手相根基不错 二是你手上的元宝纹属于假元宝纹 一般人只会看形状来判断元宝纹 这是不对的 元宝纹的判断除了形状之外 构成它的手纹才是关键 有的人手上确实有一个类似元宝的梯形纹路 看似元宝 实际上从构成它的线纹来看 却发现这根本就不是元宝纹 这个假元宝纹是由于命主的智慧线过度下垂 搭上生命线构成的 属于很不吉利的智慧线走向 说明命主运势的流失极快 才智上不到中年就变得糊涂 性格也不可理喻 不讲道理 再加上手相长根纤细 手形不正 运势根基很差 属于不但没有财运 反而是一世贫穷 毫无出头之日的手相 4.元宝纹与其他掌纹搭配 其实在手相命理中 任何吉利的手纹符号 都是需要一定的手相根基 才能激发出来好运势的 而且还需要配合手相中的 其他纹路综合来看 这样才能更加准确 比如元宝纹与其他不同的掌纹搭配 也会有不同的财运特征 搭配好了 命主会有更大的富贵 否则也就一生衣食无忧 才进才出而已 1.元宝纹加财路纹 手掌中生有元宝纹 有在手指根部出现财路纹的人 一生中财富运会非常好 钱财不缺 财源广进 属于大富贵的格局 财源不断 经常没有钱时 自然会有其他渠道来财 命中正财运非常旺盛 2.元宝纹加事业线通达 这种手相的人 事业运气非常旺盛 一生中容易掌握权贵 很多人在事业单位就职 或者公职人员 这类手相的人 事业会一帆风顺 很少有波折 属于无忧愁清闲的好手相 3.元宝纹加横财纹 手相中本身就纹理清晰 形成元宝纹 一生可谓衣食不缺 至少为小富贵的命格 如果再出现有好的横财纹理 那么命中的财源会更大 有望成为大富贵格局 这种手相的人 是天生的老板命 4.元宝纹加感情线不利 手相中出现有元宝纹理的人 如果其他的主干纹理不是很好 表示一生中运势没有那么完美 事业财运顺畅 但是感情方面容易有困扰 特别要注意因为感情而破财 特别对于女性来说 容易因为感情而影响自身的福气 5.元宝纹加手掌漏财 这种手相纹路的人 虽然命中会有机会获取大笔的财富 但生活中总是比较多的开销问题 花钱如流水 即使有个抓钱手 也没有个锯钱斗 最终才来才去 比较难有存款 同时为人也比较豪爽大方 是需要学会理财的手相特征 综上所述 有元宝纹的人都能过得很不错 会有很多的优点 但这也不代表 有元宝纹的人就没有缺点 相比较来说 有这种掌纹的人 感情生活都不是很好 虽然物质生活水平会越来越好 甚至可以过上让人羡慕的富足生活 但是感情生活却始终无法得到满足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时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